心存善念,运气总是不会差的 感谢老天恩赐 这样一语超级种词 这只鸽子是咱们本社的扑音号 我觉得称之为本尊也不为过了 这只鸽子是2017年 我在这个楼顶上刚建棚 第一年,在后半年 然后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 是我在石家庄市区里面的一个鸽子市场 叫方北市场 买的 两只都是天罗鸟 他的爸爸是北京西城的特比环 是跟他语色一样的一只熊鸽 他的妈妈是宝定李县 一个特比环 是一只灰白条 爸爸是狂眼 妈妈是沙眼 然后做一出一对鸽子 双瓷 他和他同窝 两只都飞了五趟五百公里 最终这只鸽子飞的是七关鸽王的十六名 我手上这只 因为他同窝之前装过翅膀 我就把他给拿下去了 就是没有留下来送给朋友了 后来也就遗失了 这只鸽子在第一年做种 它是18年打的比赛 19年开始做种 就做一出公棚 河北红冠公棚 春棚决赛的132名 包括在21年又做出 河北恒大公棚决赛的68名 这两只鸽子都是瓷哥 都是他的女儿 另外包括金顶的决赛的254 以及地方赛多关的鸽王 很多朋友就感兴趣 咱们家图影孩到底是怎么来的 什么血系 体型是什么样的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证真 是一只沙眼的大词 2017年的 这只鸽子在公棚 以及在俱乐部都有 子带优秀的发挥 看看鸽子 腰是下压的 为什么说我非常喜欢这只鸽子呢 因为不仅他往下作狱 他的孩子飞 他的孩子再往下作狱 飞出的成绩更好 刚才说的他的一个女儿 132名 是他第一个女儿 132名在2021年秋天第一年做种 就做一出河北德祥公棚决赛的377 然后在去年是第二年做种 就做一出河北中天阿卡普 决赛的96 三关各王的41 双关各王的26 然后这个决赛的96 中天卡普的这只呢 他的上下窝又在地方赛 又飞的三关各王的亚军 也就是说132名 他的女儿在去年 做一出两个上下窝的 地方赛和公棚的高位 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女儿 就是去21年河北恒大公棚的68名 又做一出去年啊 他是去年2022年第一年做种 做一出河北中天阿卡普决赛的26位啊 中天卡普决赛还是挺难飞的 咱们一共进来俩 都是这只鸽子的孙代哥 与此同时在前几天啊 河北张家口庆祥公棚决赛呢 是362名 也是68名出的 等于是中天卡普的26和庆祥的362 是上下窝同工同模 我觉得表现呢 尤其是这两只死鸽的表现 已经超越了他的妈妈 什么样的是鸽子是好鸽子 其实无一来说 他飞的好 是他比赛的价值 他做种能往下遗传 一代一代的往下走 才是更好的这种价值 好鸽子的体现 谢谢大家